如果共产党领导我们奋斗了28年 还不如旧社会的话 那社会主义不是白干了吗 晓晓 你这是反革命言论 高科长 革命不是靠假话来掩盖矛盾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表现在回避现实 我们讲这些不过是不满足现状 想努力的改变它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在这漫天暴雪肆虐之下 六个年轻人说说笑笑 打打闹闹 长途跋涉六十余里进城 竟然只为看一场电影 不 应该说是为无聊的生活 压抑的心 找一点颜色瞧瞧 毕竟脚下这片白茫茫大地 除了白茫茫一无所有 六个人女追我赶正跑呢 半道冒出一辆赖死狗 大伙眼里冒出光来 轰闹着凑到跟前 长虚短叹 指指点点 但不帮忙 车上吓了那老头说 大伙发扬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帮忙退车吧 小栓子嘴撇说 什么共产主义 现在是社会主义 你老头笑 接话说 社会主义风格也成啊 帮帮忙嘛 小栓子又开口了 考考你 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知道不 老头脱口而出 按劳分配 小栓子摇头 不不不 是按劳取仇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要点啥呢 带头的刘国庆想了想说 烟吧 哥几个没烟了 来两包烟就成 要说这老头也是个爽快人 六个人要两包够干嘛的 一人一包 这烟抽上了 该干活了吧 那小栓子白脸 说过完了烟影再说 刘国庆灭了他一眼 大伙谁也不空松了 挖雪的挖雪 找石头的找石头 说话的功夫 这卡车就开上了路 按说到此就该分别了 可能老头好心 非要六个人上车送他们一顿 刘国庆很不好意思的说 矿山有个哥们结婚 我们得赶回去 你肯定不去矿山嘛 那老头忙接话 赶巧了我就去矿山 大伙傻言了 早说你去矿山 我们打死也不帮你推车 为啥 为啥 那哪是人呆的地方 对老头 我们想跑还跑不了 可不是吗 谁能帮你往火坑个救 老哥们 听我们的 吊转车都回去吧 我说呀 你还是哪来回哪去吧 那也太不像男子汉了 这么说吧 我也不敢吹牛 就说一定能待得住 咱们试试看 好嘞 上车 大伙上车都还嘀咕呢 说这老头啊 肯定是得罪谁被发配来的 划翻两头 就在大伙上车的功夫 矿山上热闹起来了 温度再低 挡不住新人的热情 资源再少 难不倒矿工的智慧 什么红窗花 红蜡烛 红背面 红东楼 那只新房 该有的都给你种来 至于怎么来的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瞧 这不 工会主席老丁大爷 和高科长 新师问罪来了 新人结婚 他没说的 可这两间房 是给新来的党委书记留的 你这把锁撬了 把房占了 让书记睡哪 一帮人正吵吵 大卡车到了 不是别人 正是今儿个到任的 党委书记 马长青 场面一下子变得很复杂 矿工们散了散 跑了跑 转眼就没硬了 至于这两间房子 人也给你让出来 胆再大 也不敢跟书记过不去 你说是吧 那么 今儿晚上的洞房 只能是发扬社会主义风格 两宿舍并一个 挤一挤楼 可问题是 这床太小 都大老爷们 怎么睡 除非叠起来 刘国庆也从枕头下 抽出一副扑克牌说 这样吧 再来个两半岛 轮流睡 话音未落 老丁大爷苦哈哈的走进来说 别急了 马书记搬办公室去了 大伙你看我 我看你 大眼动小眼 哟 这马大爷 还真发扬社会主义风格 高风亮节 高风亮节 可是 马大爷这点高风亮节 在矿山这个烂摊子面前 九牛一毛 于事无补 十年疯狂过去了 表面上风平朗静了 但他残留的余毒 仍不时发作 好比说食堂吧 三天一小闹 五天一大打 不为别的 生窝头 凉稀饭 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那食堂也有说法的 煤里头竟是石子 干着急不着火 晚开饭吧 闹 早开饭吧 生 这吹事远 谁他妈挨干谁干去 马书记本来想劝两句 调和调和 听到这儿 没话了 再看老丁大爷 瞅着满地的粮食 恨得眼泪都下来了 这帮玩意儿 不教育怎么行 是该开个义苦思亭会了 就是会那会儿 吃顿干饭就算过节 现在可得好 天天吃干的还胡糟蹋 马书记夺来夺去 沉思半天问 义苦思亭是要的 可谁来讲呢 老丁大一排兄谱说 还是我讲 原本想通过义苦思亭 教育教育 可没想到 这会还没开 怪事就一件件一件 首先 这义苦思甜饭 该是用来义苦的 可那二秃子 一个人就扒了两碗 还说比肉好吃 再看小栓子 会还没开就挤上了 哭得有模有样 哄闹一阵 等到老丁大爷开讲 下面够闹头了 他讲前一句 旷工们就立马戒后一句 吃的是猪狗饭 那对 那时候冬天没携穿 看见老牛拉破屎 马上把脚伸进去 脑和脑和 你笑什么 不信问问老丁大爷 上次是不是这么说的 沉默 冗长的沉默 诚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死亡 萧萧第一个站起来 他并不控诉谁 他只想讲几句真话 首先 这义苦思甜没什么不对 但布冬一遇到问题就义苦 义完了呢 就完了 什么都没有改变 其次 老一辈为新中国流血奋斗 这是铁一样的事实 可是 时代究竟在发展 布冬一碰到矛盾就往前返 讲吃苦 年轻人在零下四十度的矿井干活 这难道是在享福 再次 今天这个义苦思甜会 其本质是义苦思甜吗 是通过这个会 在拐着弯的批评人 如果共产党领导我们奋斗了28年 还不如旧社会的话 那社会主义不是白干了吗 萧萧 你这是反革命言论 高科长 革命不是靠假话来掩盖矛盾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也不表现在回避现实 我们讲这些 不过是不满足现状 想努力的改变它 对 要比 就跟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比 便最敢于掺和他们 好 会议开完了 思梅思到田令说 苦是真一刀了 只不过是掉转枪口 打到自己身上 老丁大爷还那句话 这帮玩意儿没救了 一个个都反动得不得了 他算看透了 在这儿熬着毫无意义 开春就退休 回家陪孙子去 这活干不干的没多大笨头 反正有退休金呢 马书记沉默半上 一脸抽了思五之言 才意味深长地说 是咱们不对 为啥开这会 说到底 不就是让他们安于现状 安心吃苦吗 我们不能用旧社会的苦难 来为今天工作当中的缺点 进行辩护 讽刺的是 老一辈在检讨 新一辈却仍旧是铁板一块 不死悔改 那高科长传出话来 说要给今天 在一股会上捣乱的人处分 还说马书记已经发火 大伙脸上顿时变了色 这些年逗来逗去 谁都有英勇 处分不定怎么证人 萧萧的意思是 找马书记谈谈 毕竟今天在会上的某些做法 确实不妥当 刘国庆一百个不愿意 凭什么 就他们是社会主义掌柜的 我们是什么 眼瞅着萧萧自己去了 刘国庆猛的一派桌子说 那姓马的真给处分 咱大伙谁都不能搜 事实上 萧萧并没有找到马书记 不过 他请静静转告马书记 这第一 大伙并不拿他当对头 也不反对听他的教育 但是得允许年轻人思考 最重要的是 千万不要再整人了 现在谁要再整人 谁就不得人心 古话说 水能再整 亦能覆整 就在萧萧离开 马书记办公室的同时 老丁大爷的宿舍 终于传出笑声 老丁大爷被说服了 这即便是要退休啊 要干出点成绩 荣归故隶 而不是撒手不管 拍拍屁股走人 俩人拉高上吊 一百年不许便 谁要是后退 谁就是乌龟王八蛋 高科长这话 传的是真有水平 前一半叙事 后一半议论 刘国庆领着一伙人 骑着自行车 拿着木棍子 这是事实 但他不是去打砸抢烧 而是行侠仗义 矿上去年要扩建 一个叫大金牙的人 乘了工程 卷了五千块跑路 这不 有人在镇上看见大金牙 回去这一说 刘国庆就连夜追来 可是 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砸也砸了 这公安局也进了 笔录也写了 那大金牙就是骗子 那钱 哎 就是拿不回来 听到这 高科长扭头就走 也不晓得因为个啥 看大伙灰头突脸 马书记忙去倒茶 一边倒茶一边夸 一句一个你们 一句一个你们 还说 你们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刘国庆龙笑说 儿子给爹挑谁 爹还得给儿子说声谢谢 忙活半天 还是外人呢 这玩意 就这样 软用不吃 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马书记心裂直犯嘀咕 他们究竟在想什么呢 唐人白居易说 天可多 地可凉 唯有人心不可防 海底于西天上鸟 高可设系 身可调 唯有人心相对时 直指之间 不能料 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猜来猜去 不如直接问 可是麻烦 问一个一个夜班 问一个一个没空 得 马书记干脆 搬到他们宿舍去 老伴一看就傻了 在城里好好的 你非要来这山勾勾 眼下高堂大屋拧不住 又要去找罪手 说着 老伴突然放低声音问 最近静静和那个带眼镜的 到底怎么回事 马书记笑 不知道 复习考大学的吧 老伴谈气说 考大学 我怕他嫁给矿工 大半辈子了 别最后在山沟沟里找块坟地 马书记一边收拾一边答应说 是是是 对对对 好好好 说完 抱着破块卷 这就本矿工宿舍来了 大伙不能不欢迎 也不得不欢迎 虽说这里破了点 挤了点 可是困难总比办法多嘛 再说了 这是老八路 访平闷苦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就这样 马书记被刘国庆同志 安排到门口的那张床 准确地说 是全宿舍陆域 最严重的床 可谁从想 马书记比个年轻人都麻利 把破块卷卷到一角 披上鱼就直奔房顶 一群大小伙子可羞涩了 一个抢一个跑出去 好说得说 才给马书记劝下来 不到一刻中 原本的对立 猜疑 秦柯剑烟消云散 现在 真可以说是 共同奋斗过的同志了 到此 大伙就没什么藏着掖着 有什么委屈 有什么意见 干脆竹筒倒豆子 都露成这样 早该换房顶了 提了好多次了 可就是没人管 食堂问题 更严重 这林哥早就该结婚了 可房管科就是不给房子 好 房子问题 食堂问题 你们放心吧 我们一定想办法尽快解决 可我们想的不仅仅是这些 网具体说 问题很多 房子问题 食堂问题 工资问题 工作环境问题 等等等等 说不清的 可是 你要往根上说 最最核心的问题 只有一个 信任 老一辈当年 不比现在苦 但谁怕过 两万五千里长中路 不也走过来了 为什么 因为不分你我 因为志同道合 因为信任 第二天一早 马书记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围绕信任这两个字 通过了三项决议 第一 按照食堂管理暂行办法 让锤石园下井一个月 体会体会 矿工同志的辛苦 同时 让矿工们派代表进入食堂 第二 按照房屋管理暂行办法 把矿区的办公楼和工人宿舍 对调一下 突出的就是一个 先生活 后生产 哦对了 这最破的房子 当然要分给房管科 第三 矿山的扩建工程 不要搞什么外包了 就从矿里抽掉一批年轻人 组个青年突击队 自己学着干 至于这突击队队长嘛 不懂马书记说完 副书记就提名了四队队长周万春 高科长是个机灵的 蹭那下站起来 毛遂自荐 马书记点头说 这样吧 党委提两个 咱也让矿哥们选一个 发扬一下民主精神嘛 破天荒的选举 大伙激动坏了 焦头接着问 你选谁 你选谁 这当劲 方媒很随意地坐到高科长旁边 他钢笔没带 高科长很大方 尽管显 想选谁就选谁 咱这是民主选举 说完后悔了 方媒当他面前的刘国庆 高科长脸色沙白 酸里酸气地说 走着瞧 方媒心想 谁票多谁中选 这有什么走着瞧 懂到唱票结束 傻言了 周万春十票 高科长九票 刘国庆三十一票 但是 今天的选举大会 就到这了 选举的结果嘛 还要报党委审批 有民主 也要有集中嘛 再会 大伙这才明白过来 感情这民主啊 是个任人揉捏的橡皮泥 让你选 你要是选的跟领导想的一样 那就是民主 你要是选的跟领导想的不一样 那就不作数 这就是高科长说的 走着瞧 选票上他是落选了 可要是站在大局看 那结果就不同了 高科长认为 刘国庆之所以得票高 是因为那是他哥们 再说了 他一向带头捣乱 大家选他 怕是别有用心 将来这管理上 太多风险 还有 很多矿工 哪有资格选 比方说方梅吧 他这个人凭什么 马书记一愣 方梅怎么了 高科长赶紧竟端饭来 马上很知趣的说 您先吃饭 先吃饭吧 马书记坐下还念叨 他说方梅怎么了 方梅这人不错啊 紧紧撇嘴说 矿工怎么都不怎么 矿工吧 想怎么又能怎么 你们选官就选官呗 不要做什么民主的过程 既浪费时间 还讨人马 何必呢 马书记把碗一料 方梅不怎么 可静静这嘴是真欠呢 嫌你爹死的慢是不是 青年突击队一重立了 在刘国庆的带领下 大干特干 工人们热情高涨 各司其职 井然有序 颇有一番新面貌 食堂也旧貌换新颜 过去窝窝头都是生的 现在谁还是窝窝头 午饭一人一碗白酒 鸡鸭鹅三禽盾 才四毛钱一碗 这吃饱吃好是骑马的 还有一条更了不起 这三禽盾一人就一碗 谁也不能例外 二兔子饭两大 死气白裂的海药 他有说法的 这两天上光荣榜了 就算奖励 也要多给一碗吧 小栓子算是服了他 干脆把自己的那碗让出来 可了不得 二兔子吃饱喝足 开始耍酒疯 他看着李战林方美苦 羡慕他俩重双重对 又看着刘国庆苦 羡慕他能干 人也长得好 最后望着萧萧苦 羡慕他脑筋好 更羡慕他这大学还没上 就把进井弄到手了 一圈人哭完 最后哭自己 35咯 搞不好 打一辈子光棍 上光荣榜有什么用 最多是光荣的打一辈子光棍 二兔子这话说得很消沉 不过上光荣榜的确是有点用处 瞧 王会计气势熊熊找来 说他家的鸡鸭额丢了几十只 还一口咬定 就是二兔子那几个干的 老丁大爷差点笑出声来 哥过去 这话我信 但现在 打死我都不信了 王会计脸憋得通红 恨恨地说 好好好 你也许会护短了 这回我认灾 大不了以后啊 我中宿不睡 我自己抓 老丁大爷乐 心想 这老头糊涂了这是 刚一转身 这香三禽盾 坏了 没坏 挺香的 这是吗 哎 哎 打脸是来得快了些 心理上多少有点承受不住 可当看见小栓子 累得躺在灶口睡着 手里拿的是老咸菜 老丁大爷心里更复杂了 年轻人嘛 一腔热血 这是必须肯定的 可另一方面 人的成长 他就是会犯错误的 有句话叫 因为懂得 所以体贴 这话说的做做了些 不过意思是对的 长辈理解这些 弄综合的看问题 但在小辈眼里 就只有对错 这天下午 刘国庆带人冲进宿舍 不由非说将小帅子打了一顿 打完了还叫他掏钱 那几十只鸡鸭鹅 马书记赔给人家 说得过去吗 除了小栓子 刘国庆也带头掏钱 凡是吃过三禽盾的 一人一块钱 谁不掏试试 可是 等到刘国庆把钱送给马书记 不仅没得到肯定 还挨了一顿P 小栓子偷东西是不对 刘国庆打人更不对 马书记有很不客气的口气说 你是青年突击队队长 不是黑社会 你吃了鸡鸭鹅 小栓子吃了什么 他吃老咸菜 刘国庆脸上火辣辣的 他思来想去 想来思去 最后 得 硬着头皮溜回宿舍 该道歉就道歉 怎么扭扭捏捏 小栓子笑 说到底还是我不对 偷鸡摸狗的 不像样 大伙红脑说 都过去了 这往后啊 该堂堂正中的做人了 不 二兔子补离句说 堂堂正中的打光棍 刘国庆左右瞅了瞅 好几天不见消消了 李战林摇头说 准用复习去了 不过进行他妈 很反对的 说起来 老太太就没打算来这山勾勾 过去也走单窗呗 哪儿都待不长 这儿难过 也熬两年呗 可是麻烦 女儿长大了 老太太怕哟 怕着宝贝女儿 一个不小心 真能把家闹着 这不 眼瞅着女儿管不住了 老太太干脆来应的 哪儿复习不是复习 就个家复习 要什么书 我给你拿 马书记对这事 一向是很不以为然 俗话说 儿大不由娘 俗话又说 儿孙自有 儿孙福 父母跟着操心 弄根一辈子 可老太太听不尽呀 天天这么 叙叙叨叨叨叙叨叨 这晚 马书记再不多劝一句 他连话都不说了 只是闷头抽烟 苦着脸 不住叹气 老太太吓得脸色煞白 毛问 有运动了 马书记还是叹气 沉默一会儿说 劳烦你给保个眉呗 二兔子 大名叫王阳 保眉没说的 还好不是运动 老太太这一身冷汗 自然 虚惊一场后 她就不太管静静的事了 毕竟 这只要不来运动啊 好好的过日子 比什么都强 可是 没有斗中 哪来的权力呢 没有矛盾 又怎么斗中呢 瞧 矛盾来了 李战林背后这只王八 那是又大又绿 这代表什么 不言而喻 很早就有人传 说方媒过去不干净 只是没人信 现在这谣言又起来 很有模有样 尤其是方媒的反应 大伙不得不重新看了 谁会知道 方媒的过去呢 只能是高科长 而高科长也没在怕的 白纸黑字写得清楚 自己看 刘国庆牙咬的咯蹦响 刚伸手就被高科长拦住 想看哪 得是党员 不是党员 没资格看 一群人 你看我我看你 都傻眼了 谁是党员 你是党员吗 你是党员 都不是 没有党员 眼看屋里的火药味 越来越浓 越来越浓 还差一句话叫爆掉 马书记到了 马书记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方媒的事是下乡的时候发生的 纯属受迫害行为 她是受害者 李战里当时就傻了 脑袋嗡了一下 耳朵再听不见声音 他没有办法想象 那个温柔善良的姑娘 竟是这种人 宿舍里你一句我一句 吵个没完 小栓子觉得 这事没什么 方媒姐是受害者 二兔子说 那是残次品 不要也罢 还有人说 即便他是受害者 这事也是个污点 总归不好听 小小听了直摇头 很不以为然地说 当我们的舆论 还没有学会原谅人的时候 不公开自己的秘密 这并不算什么罪过 刘国庆不去想那些对错 他只问李战里两个问题 第一 如果是你 你会不会说 第二 方媒姐在矿山这些年 正不正派 他有没有和谁不三不四过 如果没有 拿你痛苦个什么劲 两个问题问完 静静到了 一同来的 还有方媒一针一线制的毛衣 李战里懊恼之解 抱着毛衣夺门而出 同一时间 马书记也终于问出 事情的原委 说来说去 还是余毒微笑 高科长因为投票的事 对方媒一直拱拱于怀 这不 前天偷偷策划了一场批判大会 主要批判对象 就是方媒 高科长是有说法的 批判大会每年都要开 这是他分内的事 再说了 很久没开了 该开一次了 马书记问 如果方媒是你妹妹呢 也不给一点活路吗 高科长冷着脸说 我们有这样的妹妹 就算有 我也照批不误 马书记憋着其右问 这些年 像方媒这样的女青年 戴着各种名目的大帽子 被赶下乡 接受改造 一些人可以冠冕弹簧地 欺负他们 他们没有力气反抗 多可怜啊 他们的父母远在天边 白天黑夜地担心 可是没有任何办法 你不觉得难过吗 没有一丁点同情心吗 说着 马书记突然变得很激动 党的重策 是宠钱闭后 治病救人 绝不是赶尽杀绝 高科长也许能觉悟到 又也许永远无法觉悟 不过现在比她觉悟更重要的事 是找方媒 可以想象 此刻她是多么痛苦 多么内疚 多么失落 又多么无处 下乡被欺负 她是受害者啊 怎么到头来 都要批判她 说她是坏分子 方媒想通了 与其这样千人指 不如一死了之 幸运的是 好消息最终及时送到 她不再受欺负 她有爱人 而牧之所及 也皆是善良的同志 虚惊一场 虚惊一场 到这会儿 马书记才第一次 认认真真地看清矿山 好山好水 青山绿水 真心矿神怡 马书记问老丁大爷 你在想什么 老丁大爷笑 能想什么 好好过日子呗 老丁大爷反问马书记 你呢 你在想什么 马书记也笑 跟你一样好好过日子 中国人呢 都要好好过日子 我们讲这些 不过是不满足现状 想努力地改变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